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企业的永续经营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的永续经营 那么当苹果的Steven Jobs去世后 苹果是如何继续经营的 Tim Cook又是如何的接任 还有前不久过世的Samsung掌门人李健熙 他的独自理在容将如何继续经营Samsung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 在对待企业永续经营上的一些重大的区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取财务顾问黄海迪女士来做我们分析 那黄女士非常欢迎您 爱妮你好 是黄女士其实谈到这个财富 我想我们中国人现在是最不缺的了 但是如何的经营下去持续下去的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尤其是在这个经营企业方面 那我想首先请您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企业的永续性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企业的永续性其实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经营管理这个方面 就是当第一代创业人或者说掌门人 不能够在身体力行这些管理的时候 那么第二代或者是说接任他的这些人 如何把原来这个企业的文化这个精髓这个精神再继续延续下去 那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延续经营还涉及到就是股权的传承 所以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涉及到两大块 这两大块呢一个就是这个经营管理权 或者说经营管理团队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股权的这个继承 那我们在这一点呢 刚才你都谈到了这个欧美国家跟亚洲国家呢 有很大的区别 在欧美呢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呢 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 那在目前来讲 也就是说市场上有这个欧美在对待这个企业的继承这方面呢 他实际上是就是很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功课 或者说这方面的工作 那在很多这个家住企业 他们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 就有专门的团队去培训这些孩子 培养这些接班人 在这方面呢 这个家住办公室呢 也就是family office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近期一来呢 大家越来越看到这个家住办公室在企业 或者说家住财富传承 以及这个企业传承上面的作用 那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当Steven Jobs去世以后 Tim Cook他来接任的时候 他并没有接任这个股权 他只是接任这个经营权 那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呢 这个就是韩国的这个Samsung 那当李建西去世之后 这个李在荣就已经实际成为了这个Samsung的掌门人 当然李建西实际上他也不是Samsung的第一代创始人 所以第一代创始人呢是李建西的爸爸 那么Samsung呢已经是在第三代的这个手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亚洲跟这个欧美国家重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亚洲人呢比较喜欢是纸承赋业 伺行的对传给家人 那可是在欧美国家呢更注重的是用职业的经理 这个职业经理或者说管理团队呢来管理企业 但是在另外的股权的继承上呢 它是有另外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富二代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欧美国家 在这个这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不要说一百多年了 这有就是这几十年以来 其实都应该看得到这个富二代的问题呢 不仅仅发生在亚洲 它也发生在欧洲发生在美国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去继承 真的是每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第一代人 或者说现任的这些管理者 或者说现任的股票的 或者股权的自由者这样一些头痛 那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面 一个是企业的经营权 一个是企业的这个所有权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经营权 经营权呢也就是说 这个经营团队如何经营下去 那无外付呢 其实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内部来培养 自己培养自己合适的接班人 那第二种呢 是到外面去寻找 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寻找呢 刚才我们讲到内部培养 当然非常好 因为它本身熟悉企业的经营 熟悉企业的文化 也熟悉企业的人士 所以它内部培养呢 它会觉得说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在2004年 玛丹娜 这个James突然去世的时候呢 那他很快就有Charlie来接任 可是很不巧的是 Charlie在接任之后又发现癌症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也就是说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在短时间以来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外界完全没有感觉到 这个玛丹娜上层这个管理人员的 这样的变化 对整个玛丹娜的影响 而是呢 让我们特别惊喜的看到 玛丹娜是非常稳健的 从一代管理人到另外一代 再到另外一代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欧美国家在培养内部接班人的时候 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 所以这是玛丹娜给我们看到的一个 一个方向或者说它的一个文化 那再来看看企业内部 就是说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班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发生问题 那在前不久呢 我们大家可能对 如果对中国大陆比较熟悉的 或者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些朋友呢 可以看到三西的这个第一首富 名字我就不方便说了 那么第一首富在继承了这个副业之后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做实业的 做钢铁的 可是第二代的人接了之后呢 他比较更倾向于资本运作 所以他对实业已经不太感兴趣 那么现在呢 这么大份家业在经营管理权上 是转给了儿子的 可是呢 在这个内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 或者外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企业呢 已经是非常困难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会破产 但至少目前已经没有当年 父辈那一代人的那种辉煌的时候 对这是在这个寻找这个接班人 内部也好 外部也好 但外部其实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外部呢 其实在某种条件下来讲的话 外部有的时候呢 对企业将来的革新改革 会有更好的好处 因为只要在这个企业待久了 他会觉得说很多弊端 都已经习惯了 就是已经见到已经不奇怪了 对吧 就天天都见到这样一些弊端 那么外面进来的人呢 可能一眼就看到因为旁观者清 一眼就看到这些弊端 或者是说他们更能够看到 全球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的 这样一个经营策略 所以更能够把一些更好的东西 从外面带进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去看 哪一个方法更适合你这个企业 那我们也谈到刚才紫层副业 那么这是在亚洲人呢 特别比较流行的 但也不是说欧美就没有 你看我们的老布什做完总统 对吧 那我们的小布什 那再加上现在小布什的弟弟 也不是说 也开始了 是说他们也有紫层副业这一点 但是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家族企业 当然美国不是一个家族企业 可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是如何培养这个接班人的 紫层副业在我们亚洲 不管是韩国还是在日本 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 你都可以完全看得到紫层副业 这个影子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 这个就说龙的这样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 所以紫层副业呢 刚才讲了三送做得非常成功 李建西那么现在能够转给你在龙 所以这是紫层副业 可是呢在中国大陆目前来讲紫层副业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案例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 实际上在管理团队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来讲一下 股权怎么样继承 怎么样维持企业的永续经营 是像刚才您介绍很多这个欧美的好的案例 其实是比较适合我们华人来借鉴的 是的 非常感谢黄女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定女士 来为您谈一谈如何可以把企业继续经营下去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树木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定女士 来为您分析一下关于企业的永续经营 那黄女士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其实刚才在休息之前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了几个方面啊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企业的永续性方面 可能这个创始的这个股东也有可能是寻找这个 不管是内部也好外部也好 会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接班人 那么再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华人也比较喜欢这个紫城副业 把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那么刚才您还介绍了一点 除了这个继承人的这样一个寻找之外 股权的这个转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对 在这一方面能不能请你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 也就是说要延续下去两个方面 一个是管理团队管理权的问题 还有呢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股权的这个传承或者说继承 那我们刚才讲到像麦当娜 她的管理团队和她的股份继承是分开的 根本就是说你 两码市 两码市 你可以股份上你可以继承 但是呢你的管理权不一定在这些股权的持有你的手上 那当然在亚洲人呢 往往是你有股权你就有管理权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那么企业的延续经营这个股权的继承也是非常重要 那在欧美国家呢 其实有很多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就是说股权的继承的问题 那其中呢有两样东西 我今天特别想要给大家提出来 一个呢就是用这个家族信托来保证这个企业的这个股权的传承 家族信托里面会写明谁会继承多少 那这个份额已经决定了的 而且是非争议的 那么这些人呢在拿到这些股权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收益 也就是说他会享受这个信托所带来的收益的好处 但是他不一定直接参与这个经营 这是用信托来解决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 在我们亚洲人呢特别是华人 经常会看到这个父子兵 这个兄弟一起来创业 比如三个兄弟一起好了来创业的 那么后来这个生意呢做得很大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 这三兄弟当中可能会有一个人会先过世的 那么在过世了的时候呢 有几个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当三个兄弟当中有一个过世了的时候 那他的那一部分股份呢 就会传给他的家人 他的老婆或者他的孩子 所以当他的孩子拥有这个股份权以后 他会参与到企业的这个经营当中来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 第一可能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家人 对这个企业的经营没有能力来进行 或者说他根本不懂这个行业 那或者是他的为人呢 跟他以前的这个爸爸可能或者先生 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 所以剩下的兄弟两个呢 可能特别不愿意让他的家人参与进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很大的困惑 在洛杉矶呢 我们曾经发生一过 发生过就是非常大的一家做电脑的这样一个公司 那这个稍微来洛杉矶久一点的 二十多年前 大家都知道 他的这个电脑在整个当时的电脑行业里面 是做的非常 就是零售业做的非常成功的 那可是呢 其中一个兄弟去世之后 那么他的家人参与到这个企业来 不管是经营也好 不管是性格也好 都合不来 那么最后呢 这个公司现在大家再也见不到了 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三兄弟当中有一个去世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接近 接着进来的继承的这样一些问题呢 虽然有了这个股份的继承 但是跟其他的人不相合不来 还有一种情形呢 就是我刚才讲了 三兄弟有一个人去世了 可是他的那个家人毫无兴趣 他虽然说他有资格来继承 但他没有兴趣 他不想参与进来 他只想把这个钱拿走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两个兄弟 或者两个合伙人 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 要把他buy out 也就是要把他那一部分股权买下来 才能让他走嘛 那这种情形下呢 企业没有那么多现金 没有办法说立即把他那一部分买下来 让他走 所以这种buy out的option呢 在有的时候企业资金是有困难的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他自己呢 这个既没有兴趣 而且呢 他也不想把这个权力卖给另外两个兄弟 他呢 想走 可是他想把他这一部分呢 卖给外人 转让给别人 转让给别人 他就不想给那两个人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美国有一种非常好的法律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叫做buy sale agreement 也就是说叫做相互买卖协议 这个相互买卖协议呢 是大家都还建债的时候 就把它做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值1500万美金 那每一个人呢是500万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走 那我们会用这公司的钱500万 把它买下来 把你buy out 也就是说把你买断 那么过世的那个partner也好 兄弟也好 就再跟这个公司没有关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另外兄弟两个 或者另外两个合伙人呢 都还可以继续下去 那这个buy sale agreement呢 在美国 尤其是在美国 是完全得到这个认可的 是一种非常好的企业股份的继承的 这样一个 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措施 可是这种方法呢 在亚洲 或者说在这个中国呢 还没有完全 证实还没有实施 不是实施 就是还没有被接纳 那没有被接纳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了 1500万美金 三兄弟一人500万 或者三个partner一人500万 但是当其中有一个人发生事情 要buy out 要拿出这500万美金来的时候 企业没有这500万的现金 不可能把企业马上盘掉 把它卖掉 然后拿500万来给那个 要buy out 也就是说让他出去的 那个家人 那么在美国呢 最大的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在财务管理过程当中 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 buy sale agreement 再plus一个large life insurance 就是我刚才讲到500万 企业没有资金 那好办 那我们给每一个人 这三个人 各买500万人寿保险 只要有一个人走了 我们就用这个人寿保险呢 500万把它buy out 请他的家人离开 那么剩下两个人呢 可以继续这个企业的经营 所以这个方法呢 目前在美国 是完全得到认可的 那么在亚洲呢 还没有完全利用这个 buy sale agreement 这样的东西 来做股权的这样一个继承 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人寿保险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买卖协议当中 也是可以善用起来 这点能不能具体的 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具体的讲一下 我刚才讲了 三个partner 或者是三个兄弟 那每个人呢 我们可以给他买一份人寿保险 那这种呢 就是说看怎么样子做 如果人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叫做做这个 crossworm 所谓crossworm呢 就是说三个人 那每个人呢 都买一份人寿保险 那我买一份 然后给那两个partner 那另外一个人呢 也买两份 给另外两个partner 那再一个人呢 也买两份 再给另外两个partner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三个人其实加起来 已经要有这个六份保险呢 互相买 互相买 所以这种比较麻烦 那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 用的比较多的是 就是让公司直接来买 公司直接买 像刚才我讲的那情形呢 如果是公司直接买的话 就买三份就够了 就是给每一个人 都做一个500万的人寿保险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走了 那因为这个人寿保险的 受益人是公司 所以呢 公司拥有这500万的人寿保险 那么就可以付给他的家人说 这500万 你的那一部分股份 已经值这500万 你已经就买断了 当然这个协议呢 不能等到人去世之后来做 那是不可能的 要提早 一定要当三个人都在的时候 才能做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三个人在的时候 并不知道谁先走 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大家说好一个价格 大家说好一个数字 那么请律师呢 把这个buy sale agreement 也就是说相互买卖的这个协议呢 事先就把它写好 等到出事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份法律文件 所以按照这个来做 那目前就是 在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呢 有些律师是懂得 如何去写这个buy sale agreement的 有的时候我们拖的时间比较久 就是从开始写这个document到最后 这个document完成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刚才讲了 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讲 这个企业的延续经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我们看到企业不能够继续往下走 其实很大的程度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企业的继续经营 下一代如何去接班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股权 怎么样去能够传承到下一代的问题 或者想要去你想去的地方的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作为我们这个华人应该注意的地方了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的资讯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的是凤凰卫视